大雄明知道自己是个玻璃心少年 却逼着老妈讲鬼故事 在某座深山中住着一位老奶奶 老奶奶久病不起 可在第七天时奇迹出现了 因为第七天老奶奶添薄了肚子 这一阵七天老奶奶为何低食未尽 因为老奶奶又一颗魔术的心想减肥 恐怖片活着生成了冷笑话 而大雄做这些是为了今晚的鬼故事大会 大雄要一举拿下头奖 南方只好拿出鬼故事神灯 只要有了它就能鬼故事成真 夜晚的胖虎家 相互伴们谋全霍霍 要么不讲 要讲就讲得下尿的 胖虎只说了个在很久以前 大雄就提了个奇葩要求 不如开灯讲 胖虎的故事继续讲着 小菊打碎了传家宝 被老爷一刀送走 接着被沉入了井底 而那晚小菊又出现了 大雄惊了 这么不吓人的故事 也就能吓吓大雄了 竟将继续接力 一个暴雨的夜晚 农夫想借宿一晚 可在半梦半醒中 却听到了奇怪的声响 而等待她的是大宝贝 大雄又惊了 怕成了小宝贝的人 又只有大雄 小夫继续接力 农夫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一位少女 好心上去询问 却因一个回眸 被彻底惊艳到了 跑去求救 却再次遇到回眸 大雄吓到双手抱头 求小伙伴们放过 怕我都惊呆了 大雄真是气氛足啊 小夫让大雄快点讲 大雄想放弃 因为从自己口中 说出的故事会变成真的 这话说的比鬼故事还精彩 蓝胖子送上鬼火 小伙伴们满心期待 可大雄还没开始 自己就怕了 胖虎气得就要中拳出击 其了大雄重复了胖虎的故事 随即便传来 蝶子碎裂的声响 这氛围感 你就说谁能不怕 大雄想停下来 可小夫颤抖着 让大雄继续 大雄只能顶风上了 其了一阵妖风 整个房间都暗了下来 而就在此时 房间外传来了妖怪的声音 就连拳头说话的胖虎都怕了 而事实却是家中闯入了小偷 不仅打碎了盘子 还数起了脏款 大雄继续讲着 走廊就传来了脚步声 大雄再继续讲 妖怪就上门了 你就说谁能不怕 随着房门的打开 真相大白了 小偷逃跑到途中 被警察抓住 毫无疑问 大雄赢得了鬼故事冠军 大雄一高兴就口嗨 还有讲个五脸怪 下一秒冤枉成真 那么小伙伴们还知道 哪些吓人的鬼故事呢